把念佛这桩事情当作我这一生的第一桩大死 我除了这个死之外什么死也没有 叫老实念佛 前些年 好像有五六年 深圳黄中昌居士 他大概是三十二三岁 很年轻 听我讲解 听到念佛三年往生了 他要做个实验 在深圳闭关 向小丽给他护官 照顾他的生活齐聚 真的 还差两个月满三年 两年十个月 日之时之往生了 他做证明啊 证明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他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啊 很普通的人啊 头一年的时候念佛忘念很多啊 他还写日记 在官房里面的日记 是真面 三年是真的不是假的 那我们在 在《网生传》里看到三天 宋朝 《英寇传》 《英寇传》 念佛人都知道这故事 这是个出家人 是个破戒的出家人 不熟清规 造作很多罪孽 那么他的优点 大概就是 还相信英寇 自己反省 决定夺无间地狱 他相信英寇 想到无间地狱 就害怕 求同学 帮助有没有办法 让他不躲地狱 就有一个同学 送一本《网生传》给他看 他看了之后 没看到一个人 网生都感动得流眼泪 这部书看完之后 他下定决心 把自己 关在疗坊里头 三天三夜 不吃 不喝 不眠 一句佛号 借一句佛号 念了三天三夜 把阿弥陀佛念来了 这真干了 佛来告诉他 你的寿命 阳寿 还有十年 等你寿命 临终的时候 佛说我来接应你 盈寿求福 我现在就跟你去 我烈根性很重 经不起诱惑 别人一诱惑 我又要做措施 又要翻阶了 深年寿命 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佛同意 告诉他 好吧 三天之后 我来接应 那么佛这个三天 之后来接应 用意很深 让大家都知道 深其信心 如果当时 接他走了 也许有很多人说 盈寇自杀了 没人知道他往生 说他自杀了 这一宣布呢 整个世音都知道 没人相信 这样一个破戒 犯摘的这种出家人 怎么可能 念三天佛就好生 没人相信 好在三天不远 所以等着 三天之后来看 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到第三天 他请求 寺院里大众 念佛送他 当然大家都很高兴 念到一刻钟 他告诉大家 阿弥陀佛来了 别人看不见 佛来接应我 向大家告别 他就走了 真走了 这个事情 记载在 净土神信录 王神传 都有记载 这个就是 弥陀经上讲的 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 他是三天 把佛念来 怎么念来的 智诚 共进 没有怀疑 没有夹杂 就是大师智 菩萨所说的 都是六根 你静念相机 智诚 真诚到基础 功夫好的 一天就行 严导致 造作很多罪业 不善的罪业 他三天三夜 能把他 把佛念来 这众生有感 佛就有印了 你是真心 佛就印你 你是假意 佛就不印了 佛一来借印 你就怕死 你说不行 我现在还不能死 我还度活几年 那这个就跟佛 开玩笑了 所以意志不坚决 你念佛不来 一定到坚决的时候 佛就来了 为什么黄忠诚 三天三夜 没有办法 把佛念来 他心不定 真正在官方 做上第三年 心才定下来 官方里头 听今念佛 那时候听我讲今的 光碟和前世 这个事情 没有什么巧妙 道理 就是真真心 一分沉浸 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浸 百分沉浸 感应 立刻就能现成 百分之百的沉浸 没有一丝毫虚假 赢苦 知道自己做阿比地狱罪 怕躲地狱 这个心 让他不敢 期望你 所以他能成功 那么这个在佛华人家 就要逆增上云 不是好 帮助他往生 没有这个云 他那个真诚心 生不起来 所以顺经 逆境 善云 我缘 你要是会用 通通是好运 通通是帮忙 你要不善用 顺经善云 也造罪孽了 所以欧耶大师 讲得好 静缘 无好丑 没好坏 好丑 沉雨昕 看你在用的什么心 你的身心 要清净 要善 卧云也变成善云 心不清净 心不善 善云也变成卧云